24歲王姓男子 日前疑似和家人醜架 加上工作不順 情緒不穩 跑到晴美商場三樓的書店 頗有企圖要縱火 保全驚險阻止的畫面也曝光 剛開始穿背心的保全接近 後面另一名保全 將嫌犯絆倒在地 回想驚險過程 陳姓保全表示 兩人收到歸位通知 就連忙到場 看到嫌犯不斷點燃打火機 馬上上前要奪取 再由後方統人壓制 直接從側面直接撲過去 直接把他撲倒 想都沒有想 另一名朱姓保全也說 當下想不了太多 阻止火事被點燃 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趁著同事 奪取打火機的同時 八人半倒 也有熱心民眾幫忙壓制 等到警方到場 冒險成功阻止火事被點燃 兩人英勇的行為 以獲得台中市長盧秀燕 親自公開表揚 大家都知道書店 他的書籍最多都是易燃品 那如果讓他能夠得手的話 那後果不堪想像 他們發揮他們工作上 發揮他們的這個保全的職務 保全阻止意外發生 接受全民鼓掌 而縱火不成的亡性嫌犯 遭到法院裁定羈押 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TVBS新聞許立法廈 楊叶曾知曉 組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TV